接著請獅子山學會的吳建華 是 麻煩主席 我們獅子山學會作為全港排行第二的智庫 由董事局成員去到職員 清一色都是男人來的 對於今次政府延長婦女產假的建議 我們就不會表示反對 原因其實很簡單 延長產假最大的爭議是什麼呢 就是多出來的四個星期是否由公帑埋單 香港在2017年出生的人口只有五萬六千多個 就算我當作所有的孕婦全部都是在職 每一個有夠資格拿到政府提出最高的補貼額 三萬六千多元 一年才用了二十多億 隨時那筆錢根本都不需要那麼多 而香港最強的避孕工具是什麼呢 就是香港官員最引以為傲的教育制度 官員高薪口綠就可以送子女去國際學校或者外國讀書 但是很多人就不行 那就生少個或者情願不生 好過送給七三一教育部隊折磨 羅局長你八月說完延長法定產假只會對生育率有利 到了十月就改口風說有人認為政府延長產假來鼓勵生育 令你提笑皆非 可能其實你自己都知道香港人不肯生育的原因究竟是什麼事 所以既然延長婦女產假不會大幅增加香港的孕婦數字 一年都是花了二十多億 豪比你又怎麼說呢 積金局搞了那些什麼 中央電子平台都要三十幾億 都廢話跟你們爭論 獅子山學會就建議政府 如果真的想提高香港的出生率 不如就考慮一下將每年一千億的教育撥款 就轉為資助香港學生出外留學 好像教育局那個局長楊麗鬼 很免得記這些人的名字 那些子女這樣 不用在香港讀書 如果那些港媽知道那些子女 可以脫離香港的教育制度 就算那間屋子只不過好像一間層次那麼大 我想那些港媽都願意多生幾個 謝謝